字幕志愿者 李宗くん 我是周瑤芙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的這本書就是 《三島游記夫的不道德教育》講作 只要看開封面 大家可以想像是一本什麼的書 是一本好像不太想大家看 但是又吸引着大家去看的书 《三刀如习夫》 我相信大家对他的生平 都会有一些认识 很传奇的一个人 他对于没有事到精神的崇拜 对于军国主义一些很编激的立场 对于肉体的崇拜 以至到后来最终的佛福自尽 我想单单是这个作者的 他本身的生平 他的所作所为 已经可以挑起我们很多的问题 今天我想特别推介的《不道德教育》讲座 其中一个原因是 因为它是由很多短篇短篇的合早而成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提开 而又想少少开始去明白 这位作者他的心态 他的逻辑 这本书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我试试讲一些他的题目 他说应当和陌生男人一起去酒吧 应该从心底里看不起老师 应该尽量讲大话 处女与否根本不是问题所在 应该从女人身上赚取钱财 如此类推 这本书全部都是由一些 他对于这些话题的想法去发展出来的 从刚才所讲的 我估计大家都会想到 他对于一般我们认为的常理 往往有三道有几夫的一种挑衅 一种写出来此是而非 或者我们称之为歪理的一种态度 我觉得这种 整天都会发问 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去看事物 正正是一种queer的精神 queer的角度 所以今天我推荐给大家 这是三道有几夫的不道德教育工作